新鮮肌肉地瓜条炸到金黄酥脆 再撒上调味粉提味 这是台湾知名连锁素食店顶瓜瓜的产品 随着苏丹红辣椒粉风波越演越烈 现在也有最新宣布 门市座位区旁摆放的胡椒粉罐 本来提供给顾客使用 但店员紧急把它收起来 另外还有外带的胡椒粉包 也通通封存收进置物柜 顶瓜瓜最新发出公告说明 针对有疑虑的品项已经自行送去检验 而即日起包含胡椒粉 以及部分产品都暂停供应 等待自行检验报告出炉 确认合格 才会再另行公告恢复提供 就怕染到苏丹红 其他素食品牌也有回应 麦当劳产品目前没有调整 将持续关注相关动态 摩斯汉堡也说产品 既有合格检验报告 占无调整 而肯德基则是说 胡椒盐包是顾客需要时提供 非主动提供 但为了让顾客安心 已经主动暂停供应 如果有的话会啦 就是他如果有申告的话 我就是会比较安心一点 不过各地政府持续激查中 依然有不少品项被验出不合格 嘉义市一家鸡排业者 食用有问题的香辣13香10包 胡椒盐调味粉60包 其中58包做成调味粉都用完了 剩余12包全数下架回收 除大红风暴 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餐饮业者民众人人自为 只希望一切能够尽快平息 TV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